三星葱全国文明加上全台栽种银柳最大产区就在三星 粒粒饱满拥有银两鞋银 是农历春节的最佳花卉 所以三星地区农会明年1月20、21、27跟28将在青葱文化馆 举办2024三星青葱银柳产业季 主题是葱脆绿笛、龙银红柳 欢迎全国的民众来到三星吃葱赏银柳 中水利益、龙银红柳、三星熊赏 赏赏赏赏 今天来到三星鄉新销到三星的葱银和人流 过年到了要请我们全国的好朋友来三星鄉买到我们的葱银 我们三星的葱银因为水質好 所以葱银白很长、很油、很甜 所以今天特别来新销 过年到来人流就表示一年烫银都可以大炭银 所以三星的特色就是因为水質好 所以製作来的我们的龙银品都非常赞 因为我们的伊隆为主都很重要 所以今天管政府可以专业的支持 跟我们的葱银可以来合作 对到我们的行销到我们的所有龙银品 邀请过年到的邀请大家来买到我们的葱银最赞 还有我们的银银最赞 还有我们的银银最赞 我们都能继续加人打招 真的全国、全世界要买这个东西都可以来参加 因为它今年的品质特别好 最主要是风雕雾損、无风胎 这是古典吃饭的啦 所以说在这里这个发表会就是说 希望说我们要买得很快 慢慢疏疏你就买了啦 三星银流在全国的总生产量大约95% 然后70%的部分是东南亚的外销 然后30%是我们国内的内销 三星地区农会在元月的20、21 然后27、28 我们有推出那个青葱银流节的 那个一系列的活动 希望全国的观众、民众可以来我们农会 做那个采葱、喝茶、收银流 2024三星青葱银流产业季 明年1月登场 除了市集小铺外 还推出了体验活动 第一周1月20、21是葱抓松饼制作 第二周是1月27、28 是银流花艺农业体验 从现在开始在三星地区的农会官网开放报名 三星葱、银流、战、战、战 三星有好山好水 然后我们的农策产品有很多 我们这一系列的活动 有包含体验活动 也是在我们的官网里面 希望大家能够来参与 可以来这边可以拔葱 然后喝茶 及做DIY 希望全国的民众能够利用这四天的时间 来我们三星来逛大街 来做体验 为了感谢大众支持三星农业 三星地区农会 特别在2024的青葱银流产业季举办了四天 每天准备100杯手摇蜂蜜鲜奶红茶 民众凭着青葱文化馆 不限金额的消费发票 就可以免费兑换 而且农会也在活动现场 设置了银流艺术打卡点 希望大家可以玩得尽兴 吃得开心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